前几天家住南京市江宁区莫林街道某小区的张女士来到了江宁开发区派出所报警 说自己被男友刘某骗走了近20万元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张女士称自己和刘某通过某社交软件认识 不久后确立了男女朋友关系 在交往期间刘某多次向他借钱 刘某承诺将来和张女士结婚 为了让张女士相信 她还拿出了一份离婚协议书 她是跟受害人交往的时候是承诺要跟她结婚的 但是她其实是已婚 离婚协议书也是假的 连到最一步的时候 两个人要结婚的时候迟迟不能兑现 所以这个谎言就不攻自破 随着时间的推移 张女士才逐渐怀疑起刘某的身份 来到派出所报警后 民警发现 这个所谓的刘某连身份证都是伪造的 就是犯罪嫌疑人 其实应该叫徐某某 他就是利用一个伪造的一个身份 他说叫姓刘的一个身份 在外面的一个小广告 制作了一个假的身份证 目前嫌疑人徐某已被公安机关控制 此案还在另一步调查中